从国民党的杂牌军队到志愿军的主力王牌 志愿军五十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和前所未有的战斗力令世人震惊 五十军的前身是国民党军六十军 在解放战争中被蒋介石强行调往东北参与内战 屡屡被东北野战军痛击 在国军内部也备受歧视 落得个六十熊的称号 但就是这支国民党杂牌军 在起义之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竟摇身一变成为志愿军禁旅 一改往日的颓唐懦弱 成为了汉不怕死的百战雄狮 从六十熊到五十凶 五十军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今天博览历史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 中国人民志愿军五十军这支传奇部队的蜕变之路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 既方便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志愿军五十军的前身是滇军六十军 这是一支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的部队 他不是国民党军的嫡系军 也不受蒋介石待见 六十军的出现还要从1937年七七事变说起 六十军属于地方部队滇军的序列 最早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期间云南的武装力量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滇军作为由云南地方实力派组建 指挥和武装的意志相对独立的军队 是近代中国颇具有特色的武装力量 滇军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 也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1911年武昌起义的一声炮响 拉开了中国近代军阀混战的序幕 远在西南边陲的滇军扛起了革命的大旗 蔡厄率领着滇军以北伐的民意参加了辛亥革命 云南起义之后 蔡厄率领着滇军北伐四川贵州 1912年西藏地区的达赖喇嘛 利用中央政府更迭之际 在因应当局的支持下发动叛乱 此时正值中国南北的袁世凯和孙中山 正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该如何划分而斗争 无暇顾及西藏地区的叛乱 蔡厄则立即派遣元藏滇军前往西藏 平定叛乱以保国土 作为一支地方军阀武装 滇军的首领一直在变 但滇军却是不变的 袁世凯夺得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之后 妄图复辟地质 遭到了包括云南在内的广大省份的反对 蔡厄此时回到云南 整编滇军开始领导护国战争 滇军的势力也趁机走出云南 相继进军四川 广东 广西 贵州等地 护国战争胜利了 蔡厄却患病驱逝 此时滇军群龙无首 又扩张严重 在与四川贵州的地方军队爆发了混战 最终滇军重回云南 此后滇军陷入了扩张与内斗 而广东的粤军 从原本的地方军阀 变为了国民革命军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大业 曾经活跃在民国初期 风头浪尖的滇军 却逐渐忘却了革命的初心 陷入争权夺利的斗争中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 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 打醒了一大批 昔日最新于争权夺利的军阀 他们纷纷组成抗日军队 奔赴抗日前线 滇军也与国民党军 以及各路军阀放下了承建 滇军六个旅十二个团 组编成一个军 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 由罗汉为军长 下下三个市 共计四万人 先行出示抗日 1937年9月10日 滇军六十军 作为云南第一支抗日部队 在昆明试师出发 这些昔日的军阀武装 装备和素质都是各不相同 他们在军阀混战时 表现平平 甚至可以说很烂 但在抗日的战场上 却表现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其中前军是西南各省中 力量最弱的一支部队 但在抗战期间 前军先后奔赴抗日前线 他们穿着草鞋 拼死杀敌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阻挡和持止日军的进攻脚步 更不用说 还有一手拿着步枪 一手拿着烟枪 号称双枪兵的川军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川军出川抗日 而一心想插手四川的蒋介石 以几道军令 将刚出川的川军 分个七零八落 从此 川军的足迹遍布全国的抗日战场 从四川招募的士兵 很多都补充到了中央军等 国民党军主力当中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 川军各部人数虽多 但是纪律极差 战斗力极弱 遭到世人讥讽 但在抗日战争中 川军却誓死如归 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被人称为铁血之石 大家觉得 造成这种巨大的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同样 滇军在西南诸省的军阀部队中 也算是战斗力较差的一个 仅强于前军 但在抗战上 滇军却光明磊落得多 当抗战还发生在远离云南的 华北江淮大地上时 滇军就不顾路途遥远 派遣嫡系精锐 组成了六十军赶往徐州参战 六十军的官兵 尽是滇军的嫡系精锐 1938年 六十军开赴台儿庄前线 投入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口 六十军四万余人 与之以死血战 伤亡和失踪官兵一万五千人 其中牺牲五千人 六十军为国血战 谁敢说他们是六十雄 六十军撤离徐州之后 进行了整编 台儿庄一战 六十军不如使命 奋勇作战 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发电 嘉奖六十军 贵部英勇奋斗 加位量身 查敌之苦坑缺乏 叫我游慎 叛国武所部 继续努力 压倒倭寇 以示国威 1940年7月 日本与英国签订 封锁滇免公路协定 9月22日 日本与法蜀越南 签订军事协定 23日 日军进驻越南 此时中国西南边陲 尽管还未遭到日口的侵扰 但东南亚 已经成为了日口的 下一个侵略目标 滇免公路 原本是国民政府 为了抢运在国外购买 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 而紧急修建的 随着日军进驻越南 碟免公路 成为了当时 中国与外部世界 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 为了加强云南的军事防务 六十军被调回云南驻防 六十军回滇之后 便在中越边界 构筑公使 以防击日军 1945年日本投降 蒋介石垫令卢汉 率领六十军入越受降 为什么蒋介石 要派六十军入越受降呢 其目的便是为了肢解云南地方的实力 同年十月 罗汉在越南整边滇军 以曾泽升为六十军军长 罗汉则成为了云南新一任的云南省主席 但相较于他的前辈 此时罗汉对云南的掌控力 已经大不如前 云南基本上被国民党所控制 而六十军也稀里糊涂地 在1946年下被蒋介石从越南调往东北前线 参加解放战争 六十军迎来了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场战争 尽管六十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过不俗的表现 打过不少硬仗 但在派系伶俐的国民党内 六十军这类地方军队都被贴上了杂牌的标签 什么是杂牌军 相较于蒋介石手底下的中央军 那些后来归顺国民革命军旗帜的地方武装力量 就是杂牌军 在蒋介石眼里 这些部队都是炮灰而已 蒋介石对其并不信任 而是采取分化、瓦解等政策 将杂牌军置于他的嫡系部队之下 抵达东北之后 六十军部及战二十一式驻守福顺 第18二式驻守铁岭 第18四式分别驻守安山、海城等地 由于六十军受到中央军的指挥 且国民党军内部充满着对杂牌军的歧视 因此六十军官兵对于蒋介石 以及他所发动的内战极为不满 这支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部队 开始厌恶作战、消极避战 在东北战场上 六十军的表现并不出彩 六十军全体将士 原本以为打完日口就可以回家 没想到却被蒋介石调到东北当炮灰 且六十军还被区别对待 物资补给都优先攻击中央军 脏货累货都交给六十军 就连六十军的军长曾泽生 也无法忍受这种窝囊气了 1946年5月30日 调到东北没多久 六十军第18四式的潘硕端 就率部在海城起义 倒戈参加解放军 六十军在战斗上糟糕的表现 也因此被国民党嫡系部队 灭称为六十雄 由于六十军的战绩实在是太差 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 对六十军非常不满 当众大骂六十军是六十雄 并且其军长曾泽生 也不准在国民党的办公楼里办公 最后搬到了城郊的一座庙里 1948年10月17日 思考了许久的曾泽生 率部在长春起义 加入到了解放军的队伍中来 10月18日 六十军按照东北野战军的要求 开赴长春东北方向的九台县 接受共产党的整编 一路上 起义部队受到了沿途群众的欢迎 这是六十军将士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 就没有再遇到过的景象 受到群众拥戴的感觉 深深地烙印在六十军将士们的心中 为了照顾起义部队 东北野战军当即筹集细粮运往九台 并且彼时 东北地区气候已经非常冷了 而起义部队的衣服还是秋装 这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那里的物资攻击 时常延后缺失 哈尔滨市动员被俘场 在三天时间赶制出三万套棉军服 虽然这三万套棉军服 是紧急赶制出来的 但质量却是不差 甚至面料比解放军老部队的军服质量还好 且做工也很周到 穿着崭新暖和的棉军服 六十军的将士们十分感慨 但起义之后 并不是说就万事大吉 坐享其成了 六十军也迎来了大改造 这支旧军队要想成为和解放军一样的部队 需要对其进行整编 首先是取消一切反动封建的组织 将那些反动军官剔除出去 同时加入其他兄弟部队的正攻人员 在解放军正攻人员的发动下 六十军的士兵们明白了 他们应该为谁而战 那就是为人民而战 同时在诉苦大会上 六十军的广大士兵们 意图心中积压几十年的悲痛 将遭受的旧时代的压迫 全部倾诉了出来 诉苦大会上 不少士兵哭得死去活来 他们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 饱受地主军阀的压迫欺凌 而从懒惰怕死的逃兵 到战斗英雄之间 只差一场诉苦大会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不再是一句政治口号 而是广大士兵们的肺腑之言 在解放军诉苦大会上 有一个典型的事件 一名叫陆新里的俘虏兵 在深夜挣着全联都熟睡后 拎着一包东西跑到了野外 指导员发现后 以为他是想开小差 于是悄悄跟了上去 没想到陆新里 到了野外的一个土崖下 从拎的包袱中 掏出一个纸牌插在土坎上 并点燃了带来的蜡烛和供香 他跪下磕了三个头 喊了声 娘 就开始说话 最后成为了哭诉 指导员听明白了 原来他是在向自己死去的父母 诉说自己的伤心事 指导员心也酸了 上前去与陆新里一起抱头痛哭起来 在第二天的诉苦大会上 陆新里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他老家在山东曹县 其父亲给地主打长工 被活活累死 他和母亲带着妹妹来到济南的下县 给盐厂晒岩打工 后来母亲也在病恶交加中去世 陆新里只好与自己的妹妹相依为命 一天国民党军队到盐厂抓壮丁 将他抓走了 而他的妹妹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说到这里陆新里嚎啕大哭 他说解放过来以后 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 当解放军也是当兵 反正都是打仗 现在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 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 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 为我的亲人报仇 国民党军中的士兵 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 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欺压 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 他们的生活甚至比解放军的战士还要穷苦 经过改编 六十军脱胎换骨 成为了一支有思想和信仰的部队 六十军改编为五十军后 面貌焕然一新 开始南下加入解放战争 这些出身云南的士兵 从白山黑水打回了西南边陲 五十军横扫大西南 也算小有名气 没想到国民党的部队加入解放军之后 打起国民党军来比解放军还凶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 作为起义部队的五十军 原本被安排到湖北地区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地的工作 毕竟作为起义部队的五十军 虽然在解放战争后期也打了一些仗 但终归是顺风仗 体现不出什么战斗力 1950年风云突变 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央军委调遣部队组成志愿军 准备复朝作战 五十军有过东北作战的经验 于是也在入朝作战的部队名单之中 在接到入朝作战的紧急命令后 五十军全体将士立即放下锄头 扛起步枪大炮 连夜前往东北 没想到这一区 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打出了一个五十兄的名号来 五十军一扫解放战争中的窃战软弱 真正成为了一支为人民打仗的人民军队 为人民而战的五十军 无愧为英雄部队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赞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